说到巴西跟克罗地亚的比赛时 在大多数人看好五星巴西的情况下 半打将军直接预言到 巴西会越踢越难 甚至还大胆预言了比分 而比赛结果印证了半打将军的预言 双方一比一战平后 在点球大战上 五星巴西遗憾出去 到了阿根廷的比赛 当五类等人不太看好梅西时 范志宜直接说出了 阿根廷会进两个球 而他大胆的预测 梅西会一传一射 果不其然在比赛中 梅西的一技直三妙传 帮助阿根廷取得领先 然后又打入一粒点凶 这沈预言让观众直呼 当是孔明 即使早在2013年 当国足面对青年队为主 泰国队以1比5高负负 范志宜就怒其不争 发出一顿牢骚 甚至发出沈预言 果然国足不负众望 接连输给缅甸 叙利亚等墨流球队 但是神算子也有打脸的时候 在全网都觉得葡萄牙 会稳稳进入四强之 范志一也预言 葡萄牙会在90分钟内解决战斗 但是葡萄牙主帅桑托斯 又给大家上了一课 他连续第二场让C罗替补 最终让摩洛哥这匹黑马 一黑到底 1比0暴冷淘汰了葡萄牙 赛后独自离场的C罗 在球员通道气不成声 当代球王 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次世界杯 就此遗憾局部 而范志一又为何预言如此准确呢 男族被骂其中最冤的可就是范志一了 曾经大胆批评国族脸都不要了的范志一 却创下了一个中国男族的神话 在98年范志一跟孙迪海共同转回到英甲联赛球队水晶宫队时 范志一凭借着优秀的表现 在第一年就被评为了队内最佳球员 在队友球迷中都有了极高威望的范大将军 甚至直接被任命为了英格兰水晶宫的队长 毕竟拥有橄榄球员一般的身体素质 范大将军在球场上鲜有人可以与之抗衡 连续两年获得亚洲最佳足球先生提名后 范志一终于在01年获得了这个奖项 成为了首个获得该奖的中国球员 而中国男族在这一年也是让人扬眉吐气 在范志一孙迹海李肖鹏等人的带领下 中国男族首次跑入了世界杯正赛 所有球迷纷纷走上了街头为之庆祝 本以为男族将独剑迎来飞煌 但是万万没想到这是最后的巅峰 随着老一代球员的退去 新球员薪资愈发的高涨 但是球却越低越差 而在球场就与火爆脾气注身的范大将军 退役后对国族的衰败评论更是肆不忌惮 在电视台采访中 奋而说出脸都不要了的骨验 当李铁的被抓 在直播中范志一更是大腿的揭开了内幕 拒绝担任男族主帅 范志一爆出离铁事件幕后黑手 其实早在11年 中国租坛就掀起了反弹风暴 范志一的几位队友相继被查 甚至锒铛入狱 而经调查 正直的范大将军跟他们无任何牵连 他用行动证实当初拿下中国足球先生时说过的话 我是真的想要中国足球好 退役后虽然任职了二线球队的教练 范志一依旧无时无刻不关注着国族 甚至在李铁被抓后 爆出了足协混乱的真相 其实早在高洪波的带领下 国族就呈现出一副欣欣向荣之计 但是对男子的大整改动了别人的蛋糕 于是有了高洪波纷纷下台后 外籍教练的入住 但是国族反而还不如之天 范大将军当时就压不住火爆脾气了 忽然在电视台质疑足协 有了前车之鉴 足协早前就有意让范志一担任国族主帅 但是被范志一拒绝了 因为正直的他知道这是一滩浑水 果不其然在李铁离职没多久 国族就爆雷了 李铁被带走并且供出多名前国教 兴致口快的范大将军在直播中 也没忍住弹起了李铁之鉴 他甚至大胆发言中国足球烂到了根上 在竞选国足主教练时候的专家组中 一位专家组组上一手主导了李铁的上位 此人是谁也是路人皆知 而这位大鱼此后会被李铁供出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